据台湾媒体报道,林心如去年身陷缓珠之乱,先是被爆之前在康熙来了亏周杰拍稳戏伸舌头,不久又被有些人挖被吴宗宪找出扎小人影片,因他当时开玩笑说下注对象是赵薇,又惹来赵薇粉丝怒轰,种种风波逼得林心如当下爆气问,你们骂够了吗? 接着关闭微博评论求个平静,近日林心如和张萱锐在《我的男孩》中因在工作片场公开姐弟恋,被其他工作人员抹黑,据媒体报道,当中一场他边滑手机边看污蔑爆料的戏码,拍摄当下正好是他遇到缓珠之乱的时刻,也使他与所饰演的罗小飞感受重叠深刻,很容易进入角色先进,林心如说,若自己像罗小飞一样被抹黑,私底下的他会选择跟亲友宣泄,听闻有人靠睡觉就没事,他则不然,苦笑说, 有时候睡一觉起来,新闻又有新的发展,被问到去年的缓珠之乱,他首度松口,当下只想安静让事情过去,不愿与之起舞,愿得事情没完没了